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這支影片是SIMPLE RATO的秋冬新品開箱介紹 沒錯 因為現在天氣越來越冷了嘛 就有蠻多人私訊我說今年秋冬會不會再做一集他們家的新品開箱這樣子 然後也蠻想知道有一些秋冬新款我穿在身上是什麼樣子 那我會把過去我拍過他們家所有的開箱影片放在上方的資訊卡上面 所以如果你對他們家的衣服有興趣就可以點選上方的資訊卡 那我們就開始吧 好的 首先第一件就是我身上的這一件毛衣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身上這件毛衣它是黑色的 那今年他們有出新色是綠色還有紅色 我現在身上的這一件是我去年入手的款式 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歡 然後就一直在想說他們今年秋冬會不會再出一次 那我剛剛上官網稍微看了一下就是去年的這一款黑色的毛衣 它還有咖啡色的目前還是有在販售的 而且好像在特價中只是說可能現貨數量不多 所以如果喜歡黑色的朋友就是一定要趕快去搶 因為去年我記得也是賣超好一下就搶購一空了 然後很多人我在哪裡買的都買不到了這樣 那今年的話我就挑了這一款就是比較深一點的綠色 因為其實我仔細看了一下我的衣櫃喔 我綠色的衣服還真的蠻少的 尤其是這種比較深一點的綠色 那我就想說今年因為太流行綠色了 我覺得我秋冬應該也要入手一款這種深綠色的包衣才行 那這一款綠色呢大家可以看到 它其實跟去年這一款其實差不多 唯一的差別就是扣子的部分 但是去年的扣子呢是黑色的 然後上面是有玫瑰花的圖案 那今年的扣子呢就是變成有一點米黃色 然後上面會有一些金屬的紋路這樣子 就是跟去年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整體就是設計還有版型呢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現在身上穿的是XS號 我綠色拿的也是XS 你們看到它其實就是非常的寬鬆 對吧 所以其實扎起來或什麼之間還會露出蠻多衣服的 所以這一件我自己是覺得 你如果是比較瘦少的女生其實XS完全沒問題 穿起來會覺得有點微微的大結甲 如果你本身是沒有深綠色的衣服的人 我自己也還蠻推薦這個新品的深綠色 我覺得穿起來也非常的顯膚色 然後看起來有一種宮廷學院風的感覺 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好 下一件我終於把羊毛衣換掉了 我快要熱死了 下一件就是我這次也非常喜歡的一件襯衫 今年不知道為什麼也蠻流行這種直條紋的藍色襯衫 然後它有蠻多小細節的地方其實我還蠻喜歡的 第一個就是它的領子是有點設計讓你整個扣起來 不會太過於正式 你們看到它領子的地方做的就是這樣 非常的小巧可愛 所以你即便就是整個扣子 扣到最上面這個你也都不會覺得很突兀很奇怪 然後再來呢就是它袖子的地方你看 這邊有一個他們小小的logo simple ratio袖帶就有超可愛 然後給大家看一下細節的部分呢 其實它就是一件蠻簡單的襯衫 那我自己挑的話是挑S號 因為我看官網我覺得model穿起來蠻合身的 那因為我過去都不太喜歡穿太合身的襯衫 我會覺得太像上班族不夠的那種casual的感覺 所以我通常都會在選大一號 那我自己選的S號我自己還蠻喜歡的 因為其實就還有蠻多空間的 那我其實下半身如果不搭這種白色西裝扣 可能搭牛仔褲什麼之類的那個休閒感是夠的 因為我穿襯衫的話呢非常喜歡捲袖子 所以我如果私底下平常穿搭的話呢 我也會就是把扣子打開然後把袖子捲起來 製造這種比較休閒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家最近有在物色這種條紋襯衫 然後你又希望細節比較多 比較不要那麼boring的話呢 我也還蠻推薦他們家衣服 他們家就是這種小細節的地方呢 我覺得就是會稍微做得跟人家不一樣 那你穿出去呢 就會讓人家覺得說啊 又是一件就是無聊的襯衫這樣子 好的下一件呢 我迅速呢換了一件襯衫 那剛剛介紹去台灣襯衫嘛 現在這件襯衫呢 就真的是Single Retro那個復古元素 發揮到最極致的一件襯衫 我跟你講不懂這個襯衫的人呢 真的就沒辦法 因為這個呢就是 可能走在路上有人會說這是阿嬤的襯衫 可是我們就是要穿這種阿嬤的襯衫啊 你們懂嗎 你們懂嗎 你知道這件衣服真的是 集合我所有喜歡的復古元素都在裡面 第一個就是雕花 它從那個領子 一直到胸部的地方通通都是雕花 然後它連那個袖口的部分呢 也有雕花設計 而且它那個雕花是非常有質感的雕花 近看的話呢 就會看到它的那個做工真的非常非常的細緻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呢 還有一個什麼就是它的扣子 我每一次會被他們家的衣服燒到 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扣子都選的太好了 大家知道這種復古元素呢 它一定要是這種有點金色的扣子 而且它的金色扣子上面的花紋呢 也不可以俗氣 他們家的扣子呢就是完全符合我所有的需求 就是既不俗氣 然後又有高級感 然後呢又可以襯托出整件衣服的版型 非常的好看 然後再來呢 還有什麼呢 就是宮廷這種公主蓬蓬秀 對不對 你看它的那個肩膀的地方呢 是有這樣子有一個抓皺的設計 會讓你的肩膀看起來比較挺一點 然後你們可以看到呢 我現在穿的是XS 它的版型呢 是稍微比較寬鬆一點的設計 那下半身呢 我覺得還是很簡單 因為它是白色嘛 所以下半身其實你搭什麼顏色的褲子 我覺得都OK啦 那我現在下半身呢 就搭了一個粉紫色的這種褲這樣子 其實都可以 我覺得下半身沒有不能搭的 牛仔褲也能搭 西裝褲也能搭 各式這樣的褲子 其實我覺得應該都是沒有問題的 再見 這次毛衣的部分呢 我想說我要來挑戰一下這種花色 因為我其實在看他們網站的時候 我有被這件毛衣嚇到 我就想說 哇 它的花有點太浮誇耶 我有辦法駕馭嗎 這樣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穿過這種毛衣 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想說 不行 我貶持著就是 本身可以駕馭任何衣服的人 我怎麼可以不挑挑看這件毛衣呢 於是呢 我就挑了 這一截 我現在目前覺得好像還行吧 你覺得好看嗎 還不錯吧 因為其實 我一來很喜歡穿白色毛衣 因為它這個非常非常的顯白 然後再來就是 它其實這個花色呢 我實際穿在身上以後 我不會覺得它太over 也不會太老氣 然後它本身是一件比較短板的毛衣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砸進去 你如果直接外穿 然後像我很愛前扎後不扎 可能稍微有點簡單的這種前扎後不扎 我覺得也會蠻好看的 然後版型上的話呢 它也是微寬鬆 所以我選的是XS號 穿起來的感覺就是這樣 就是旁邊還蠻鬆的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入到呢 針織外套的部分呢 我自己也很喜歡很喜歡 買他們家的針織外套 主要是因為他們家的針織外套呢 都有我這種最喜歡的 那種釣花 我跟你講我那時候也是 官網一見鍾情 就是這一件 這算是我最快order的 我說我要這件 我就說要這件 我好喜歡這件 你知道因為它的花非常的浮誇 它就是一個釣在那裡 一定也會被人家覺得說 那一定是阿嬤的毛衣這樣子 我想當年我覺得 我可能是我阿嬤的印象 因為我阿嬤以前是非常喜歡穿這種 比較浮誇一點的那種正直外套 然後因為我阿嬤以前是那個 手工毛衣的師傅嘛 所以它本身也是很會吃一些 就是有的沒的那種 復古一點的毛衣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我算是有點耳濡目染 被它影響 那現在我身上的這一件呢 一樣就是該有的元素都有 雕花阿 然後公主澎澎秀阿 然後再加上那個金色的釦子 然後給大家近看 是這種感覺 然後這件呢 它在那個下擺的地方 是有做彈性的 所以你其實穿的時候 也可以像我這樣 就是下面幾顆釦子不要扣 讓它有一點這種開叉的感覺 然後它就是可以剛好卡在裡面 在腰際上 那這一件本身呢 除了單穿之外 當然它還可以整件 就是打開當外套穿 那裡面呢 其實你就搭一個 非常簡單的打底上衣就可以了 如果你有買我的 Mercy 2聯名款的話呢 你就會知道我今年 穿了非常多的打底上衣 天氣冷一點的時候呢 我就是會裡面穿一件打底上衣 然後外面呢 就穿一件針織外套就出門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喜歡 穿針織外套的人 然後再來就是它的深藍色呢 我覺得非常的顯氣色 看起來也是很顯白的顏色 那下半身呢 不管你要搭淺色還是深色 我覺得都非常的適合 然後厚度的話呢 因為它們是秋冬款嘛 所以其實厚度都算是蠻厚的 冬天絕對不會冷的這種 因為像我現在穿這件 又覺得開始有點冒汗的 蠻熱的 它是比較厚棒一點的針織外套這樣子 然後我這次選的也是XS 不過它的肩線呢 也是稍微的比較落肩一點 所以算是也比較寬鬆一點 不會太合身的一件針織外套 再來下一款針織毛衣呢 我這次選了一個紅色的 大家知道秋冬 因為可能聖誕節快要到 然後再加上我們之後又會過年 所以其實每一次我其實韓國連線呢 也都一定會盡量幫大家找一些紅色的單品 那這次呢 他們我覺得就是蠻有聖誕節應景的氣氛 然後這一次這件針織毛衣呢 我看到的時候也覺得好可愛喔 它就是一個有花紋 然後又正紅色 然後又有珍珠扣的一件 短板針織外套 所以像單穿完全不用砸進去 那你如果裡面一樣穿個打底衫 也把它當那種小罩衫外套 襯衫我覺得會很好看喔 你如果裡面穿一個就是 超級簡約素色的那種白襯衫 你外面就是搭一個這種紅色的罩衫 超級好看 畫龍點睛 不過我也很明白齁 這種衣服能夠駕馭的人真的非常的少 因為依然是大家不太喜歡穿紅色的衣服 因為這個紅色還是正紅色 所以切實在搭配上真的是有一點難度啦齁 所以呢我就是先簡單的直接先穿上身給大家看 這件也是XS的 那穿起來就是比較短板一點 然後可以直接當毛衣穿的感覺 那如果是日常搭配的話呢 我可能會穿一個白色的襯衫 然後把這個呢當一個小外罩 可能披在身上 然後我自己呢本身非常喜歡 就是它上面的一樣有一些就是這種花 雕花的設計 然後以及它是一個珍珠的扣子 然後這個雕花呢真的就是非常的佛聖誕節 就是真的是Merry Christmas 所以如果聖誕節 你不知道要穿什麼衣服的朋友 你對自己有興趣的朋友 真的是要記得下單 這個聖誕節就是穿出去就對了 好的終於來到最後一件了 最後一件呢這個珍織外套呢 它算是比較常見的款式就是靈格紋 因為如果說提到復古啊或者是學院紅的話呢 就一定會有這種靈格紋的設計 很多法式品牌呢也是都會出這樣子類型的外套這樣 那我自己呢本身也非常喜歡這種外套 我之前韓國連線呢也曾經都戴過類似的款這樣 那他們這次出了這款外套呢 我自己也就非常喜歡這個配色 裡面呢像我就真的都很簡單 我裡面都會搭素色T恤或素色上衣 牛仔褲 裡面都是我的聯名這樣子 然後外面呢我就會搭一個就是比較有特色的這個外套 所以我自己的穿衣風格是這樣子的 我不會把太多複雜的角色搭在一起 因為其實這樣搭也很好看 只是說技巧要比較高 然後再來我覺得比較不是我的風格 我自己還是比較喜歡就是裡面都是素素的 外面搭一個比較有亮點或是比較有造型的衣服 那或者是裡面其中一件衣服比較有造型的那樣點 然後其他的單品會比較簡約比較素一點 那我自己個人呢非常喜歡它的配色之外呢 我還很喜歡一個東西就是扣子 喔已經講了很多遍 他們家的扣子真的是厲害厲害厲害 你看這個扣子 那這次這個扣子呢是一個那種咖啡琥珀色的扣子 但是中間呢還有一個金屬的扣環 那那到底是在哪去找這麼好看的扣子啊 你知道這件衣服呢是因為這件扣子呢 整個就是大家粉 那我自己是覺得呢這一款的話我自己本身可能就比較不會單穿 因為單穿的話你裡面可能要穿vrata 然後也是比較逼零的關係很容易走光什麼的 那我自己就會習慣就是一定把它直接當外套或外套穿 那我現在身上這一件呢是XS給大家就是參考一下 你如果想要穿就是更寬鬆的版型的話呢 我建議大家可以就是往上拿 可能拿到M號也後都沒有問題喔 因為你就會變成一件比較oversize的針織外套 我覺得穿起來都會非常好看 那最後呢這次我也有選一些配件類的東西 第一個比較特別的是他們這次呢有做這種卡夾 然後這卡夾呢我覺得收到以後 然後我很喜歡它質感很好 然後它是那種比較柔軟的皮革 因為像現在我可能常背小包或什麼 已經不太會帶錢包出門的話呢 像什麼yoyo卡或信用卡呢 就是我都還蠻需要各式各樣的卡夾 然後我的建議是呢卡夾其實就是可以分很多個 可能這個是信用卡然後另外一個是yoyo卡 然後都這樣扁扁小小的 你比較不容易就是找不到或是找錯這樣 所以我最近就想說我入手一個simple ritual的這個卡夾 就是未來我背小包的話呢就可以一個放yoyo卡 然後一個放信用卡這樣子 然後再來呢他們這一次我來選了 啊一雙襪子 大家看一下哇好可愛 一雙白襪 然後它是有玫瑰花 這邊啊這邊有那種花瓣的設計 因為其實近兩年我蠻喜歡穿白襪的 尤其是搭球鞋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穿白襪有一種比較俏皮可愛的 活潑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那時候看到他們有這種 玫瑰花圖案的襪子呢 我就覺得我一定要來一雙這樣子 這雙真的好可愛喔 然後再來首飾 再來首飾的部分呢 我這次只挑了一款項鍊 我蠻喜歡買他們家的這種雙條鏈 因為雙條鏈的搭配度就會比較高一點 因為你今天就是如果只想要這一條也OK 你們看就可以看到這邊有一條 然後這邊有一條這樣子 就有一點層次感的感覺 好的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Simple Rachel開箱介紹 希望這支影片呢對大家有所幫助 那今天呢拍攝的所有單品呢 我都會把他們的連結放在下方的資訊欄 以及我穿什麼尺寸呢 也會一併的寫在上面 那如果大家還有任何問題呢 也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那就這樣囉 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我就不可能會再分享 我都會把他們按喝